因为在这里咱们用是storyboard进行关联的 对吧 这里进行storyboard的关联 那么咱们在这里就必须去实现什么 它的init with code的方法 必须实现 所以要加上什么呢 require require表示必须去实现 然后是init with code 这个方法 注释一下 咱们用的是什么storyboard对吧 storyboard然后是什么 还有这个xib xib关联 必须实现 此方法 就必须去重写这个方法 那么在这里面掉的是 super 复内 super init decode 这个是必须去实现的 咱们这里分号可加可不加 必须实现这个 不然的话程序是会报错的 好 写完这个之后 咱们先进行这个就是试图的关联 咱们这里写了这么多东西 要去关联 比如说这个label 就是每一次进来的这个title 从咱们的主实图往这边跳 它的title应该是动态的去变化的 那么 这里就需要一个什么 全局的属性 咱们叫做什么title label 这是每次进来这个标题 是要发生变化的 然后这个图片 咱们可以不用管 这里每次触摸之后的反馈 那么也是需要去什么 动态的去变化的 咱们叫什么反馈 是吧 result 这是每次触摸之后的反馈 这个必须加上 然后咱们的桌子又已经有了 那么还需要一个什么 忘记密码按钮执行的方法 我们就在这里 忘记密码 忘记密码 咱们写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方法 注意这是一个方法 知道它是UI button 改为这个 咱们叫什么 forgot secret 然后这个关联 咱们这里就好了 回到这个编码区域 想一想 咱通过这个就是主界面 往这个界面跳 那么它的title 每次是动态变化的 咱们就需要去重写什么 重写VUPR 这个方法 必须写VUPR 或者DUPR 都是可以的 在这个里面 因为只在VUPR里面 它整个程序加载 只会被初始化一次 只会加载一次 所以说咱们这个标题 如果放在这个里面 去重新复制 是不正确的 那么 然后在这里 咱们根据什么来 每次切换这个标题呢 咱们可以在这里设计一个什么 设计一个本 本界面的一个tug值 根据 tug值 进行不同 加载 那么咱们可以设计一个什么tug值是什么 应该是一个什么 变量 对吧 是一个变量 一个变量 随便定一个变量 然后wh一个tug值 然后这个 它默认的是int 咱们就不用写了 先给一个出值 因为swift 定义的所有东西 必须要给出值 它不会默认的加载 好 在这个界面上 咱们就要进行 进行什么 不同tug值 走不同的方法 咱们在这里 可以switch sender 的tug值 因为咱们在这里 是不是给tug值 给这个按钮 每个不同的按钮 设计的不同tug值 咱们看一下 100 101 102 对吧 所以回到这个界面上 根据 不同的什么tug值 进行不同的加载 101 然后还有一个默认 然后咱们是 从这个界面 要往这个 joveu control 这个界面跳动 然后咱们可以让 这是什么 设置密码 验证密码 修改密码 咱们可以给 就是一个 做一个全局的 这个joveu control 的一个属性 因为咱们等下 在这个界面上 去跳转 可以在这个 vod的node这 然后进行初始化 然后咱们 加的这个joveu control 的时候 是要加的这个xib 因为在这个oc中 他默认的会加的这个xib 但是swift 他是不会加的这个xib 的 然后咱们可以在这里 是示名什么 把这个joveu control 示名为一个常量 都是可以的 好 比如说咱们在这里 把它示名为一个常量 net 然后是这个 随便起个名字 咱们叫下号线 做vod control 写个缩写 它的这个内型 是用这个joveu control 进行初始化 对吧 joveu control 进行初始化 然后直接 它的初始化 跟oc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里面 就要说什么 它的neme neme 是什么东西 那么它肯定是什么 默认加的的是这个joveu control 这个xib 所以说这里是什么 joveu control 这里就是在swift中 必须给出值的 如果不给的话 它是报错的 然后这个bundle呢 bundle可以不给 这个6 这里就是注意一下 在这个swift中 必须关联 xib 就是在swift中 它就是默认 不会关联这个xib 默认 不会关联xib 需要开 这个开发人员 自己去设置 手动设置吧 需要开发人员 手动设置 然后咱们编译一下 看咱们这个就是 适足控制器 这个常量 声明的是否成功 因为咱们等会儿 设置成功的话 就要往什么 当按理微点击 我是不是要跳到 这个joveu control里面 接面去 那么跳转 那么就是这个 joveu vc 咱们这个什么tug值 咱们也可以给为100 然后 这还也可以给为什么 101 那么咱们等会儿 就去到这个桌 我又扛出的里面 不同tug值 进行不同加载 whtug 102 那么咱们这里 就是根据不同tug值 进行不同加载 但是不管这个走的是case哪一个 它都会跳转到什么 joveu control里面去 咱们这里没有根式的控制器 就是没有导航栏 那边根式扛出的 咱们可以用另外一种调整方式 模态 模态跳转 salef.present 我又扛出的这个方法 然后是调整到这个 joveu c 然后 在这个swift里面 它的布尔类型就是tug和foss 和oc中这是不一样的 oc中可以用yes和no01都是可以的 所以咱们这里什么tug 组号完成 可以不做这个操作 然后咱们编译一下 是没有问题的 好 然后咱们在这个界面上 然后就是会往什么 做 vc这个界面跳 它会跳转到这个界面上来 然后 forgot 如果是忘记密码 是不是应该回去 咱们先把这一句写上 dismiss dismiss admst 咱们可以让什么有动画 对吧 现在的话咱们就可以实现 这两个界面之间的跳转 然后咱们先运行一下 然后等下在这个vup里面 就可以根据什么 不同tug值进行不同加载 咱们这先写上 不同tug值 咱们这有什么 自己写的什么 这个whtug值 case 100 break 101 102 这表示的是什么 也是就是设置密码 验证密码和修改密码 然后 你看 咱们这个oc中的这个switch 和swift中也是不一样的 在swift中 它必须包含什么 所有的情况 咱们这只写了三种 所以说还必须 把这个default加上 但是在oc中 咱们可以不加载这个default default必须加上 必须加上 否则的话在swift中它是播错的 然后这程序还没加载出来 咱们先把这个注释写下 设置密码 验证密码 修改密码 好 看一下 咱们往过跳 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跳准成功了 对吧 然后 你看 咱们这里每次进来 这有两个label 那肯定是不对的 咱们可以先什么 把这个默认的这个字 title 给它去了 因为咱们现在已经观点上了 已经观点上了 好 先把它去了 然后是在这个就是draw里面 每次进来 如果是设置密码 咱们的这个title label 应该就是什么 咱们直接就是title label title label的text 应该等于什么 设置密码 这样的话 才能动态的去切换这个标题 然后title label的text 等于验证密码 这里当然是什么修改密码 这里封号可要可不要 咱们习惯性的先不要 然后咱们看一下 现在能不能动态的去切换咱们的这个标题 这个方法是当内存中警告 然后你看这个override 这些是因为啥 是这个方法都是系统自动带的 所以是表示的是重写 而且是必须加上 这是和OC也不同的地方 vipr也是这个重写 好 咱们看一下设置密码 进来之后title是设置密码 然后咱们回去 验证密码 动态的去切换这个title 好 如果切换成功 咱们下载就要去 给你什么 每次是 如果是设置密码 咱们应该怎么操作 如果是验证密码 咱们应该怎么操作 好 这段课先到这 下段课咱们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设置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设置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设置密码